Hello,不羈道 而又要講比特幣 摩通表示 比特幣跌到13000元左右 幣圈接連margin call 會收到很多margin call 摩根大通表示 加密資產交易所 FTA爆出財務危機申請貨產之後 整個加密貨幣的幣圈 面臨了持續數週去共幹的行動 比特幣將會有機會跌跌過13000元 摩通發表的報告指出 鑑於交易所 即是FTX和他的姐妹交易公司 整個加密貨幣的生態系統 出現了相關連的影響 相信會進一步 出現一連串的margin call 要求追加這個保證金 市場也擔心FTX 潛在破產可能會導致危機蔓延 拖骨其他加密貨幣公司 報告指出現時問題在於 幣圈中資產 負債表較強能拯救多少 低資本高槓桿的實體 數量其實一直在減少 加密貨幣的一哥 比特幣近日已經開始急錯 至到跌跌過兩年的新低 最容易申報是16443美元 下跌90% 對於加密貨幣的走勢 摩通指出 通過加密貨幣生產成本 就能量到 加密貨幣現會可能跌跌多少 其生產成本主要運行 比特幣網絡強大計數機所需的電力 目前這個生產成本大約是 萬元美元 但可能會重回到 萬三元美元左右 甚至更低 所以其實情況就越來越嚴重 大家對比特幣已經失去了程度的信心 但又很奇怪 這些貨幣大家都不懂得玩 還有一個人說 這個呢 就是新興市場之父 Marco MarcMobiles 估計比特幣會只跌到一萬美元左右 接受訪問的時候 認為加密貨幣仍然有下跌空間 這個新興市場之父這樣說 他不會將自己畫下戶的資金 投資在數字資產 形容相關投資太急進和太危險 但認為貨幣市場將繼續存在 部分投資者仍然有充滿信心 這個就是新興市場之父這樣說的 另外 這個就傳統一點 傳統的巴菲特的拍檔 古神的老友 巴郡的副主席 莫格 摩根 讚賞Tesla 馬斯克在汽車行業所取得的成功 這個是一個小奇蹟 甚至去到中奇蹟 因為美國很久很久已經沒有出到一間新公司 還是車行 能夠獲取如此成功 他接受CNN訪問直言 他不會把Tesla 和這個加密貨幣 混為一談 因為前者是人類文明有所貢獻 馬斯克的成就不是其他人可以能及的 然後馬斯克當然是拆鞋 回覆回去 十分感謝這個網格的讚賞 網格更加講近期這個加密貨幣市場受FTX衝擊 一向對加密貨幣持有懷疑態度的網格 在這次訪問中對相關資產批評就是 他直言有關事件屬非常糟糕 這個國家不需要一種對綁架者有利的貨幣 又指出想法 好的想法被過分利用 就會變成壞的想法 幾個人出來說話 那就是證明什麼呢 大行看不好這個前途 有人說一匹美金 當時他升到六匹美金 大家都覺得他一萬美金還會升 為什麼呢 又是搭行伎倆 你不吹你不唱 他怎麼會有機會升 還告訴你就是 這些沒有供求 有需求就沒有供應 所以就會升 是不是好像這個 這個片局那樣 在街上 阿婆 這些是最新的科技 你現在一插進去就光亮了 我只有十顆 你只有十顆嗎 哎呀不要了我只要五顆 兩萬美金一顆 遲些會升 跟著電話響 你有幾顆啊 喂 我有個客人 三萬元 你給我十顆 跟著阿婆就下答了 沒有錢啊 借錢給你買都可以 大家會看的 希望繼續支持北基道好不好 多謝各位點贊 再留言啊 拜拜